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标就是提示我们说当我输入下一个文字符号的时候 它会出现在荧幕的什么位置 那么最主要应该还是我刚刚说的这一区 这是键盘的主要区域 左边你的右边 这是数字九宫格 这个是给那些通常是收获收银员用的 那就我们一般使用者来说 很少会使用这一块的区域 那还是说这一块吧 这一块里面呢刚刚提到 主要里面是26个英文字母跟基本的标点符号 上面这一排呢是零到九 十个阿拉伯数目字 跟一些也是常用的标点符号 那这里有一个叫backspace 它就是杀 让那个游标退回去 杀掉前面的文字符号的意思 那backspace跟delete都是删除的意思 但是不太一样 backspace是让游标向左边走 向游标向左边走 删掉前面的东西 而delete是游标不动 把游标右边的东西一个一个杀过来 这个或许你们以前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件事 那在这个主要的键盘之外呢 有一些所谓的修正键 或是modify key 那些按键按下去以后 会使得里面的主要按键会改变它的效果 其中最常用的呢就是shift 这个shift呢按下去以后 同时按着shift跟 譬如说你我只按 我只按 对不起 这R好了 在萤幕上通常是显示小写的R 但是如果同时按着shift跟R的话 就会出现大写的R 这里要特别说一点 如果你真的是新手的话 就像三十多年前的我自己 我看到书上写说 或者老师说同时按两个按键的时候 我蛮紧张的 因为我不晓得同时要多同时 所以我就很小心的同时把它这样按下去 事实上没有这么严重 你只要先 所谓同时 你只要先按着这个修正键 然后再按另外一个里面的主角按键 然后一起松掉 或者说没那么严重 你们试一下就知道了 那这个除了shift以外 还有control 就是控制键 还有out alternative 就是换 就是我也不晓得中文该怎么说 变更键 这些都是一样的 都是要所谓的同时按下 那么在书上我们有写出来 一个常用的符号 什么 用那个符号的时候 就是代表你要按 control A 或是control S 然后这是空间棒 然后这边这个 有画一个小小视窗的 这个window key呢 这是只有在微软的视窗里面 才有用的 其他地方是没有用的 然后因为我们等一下 马上要说触打 触打一定要用两只手 因为要两手并用 因为要两手并用呢 当你要同时按下 control跟A的时候 因为A在这边 那么你就应该 另外一个control 要用左手按 如果你需要按 比如说shift P 的话 好 因为P 在这里 在你的右边 所以你应该 这只手按P 而另外一只手按shift 你应该都两只手 一起操作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现在的键盘上面的 修正键应该都是两只 都是一对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好 所以每当你要按 修正键 不管是shift out 还是control的话 你都应该练习 让你自己习惯 是两手并用 最后一件事 叫做toggle 这是一个在计算机 不管是软体还是硬体里面 都经常经常使用的 一个设计 其实toggle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 其他地方也经常用 最常见的 比如说就是电视机的开关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家里 的电视机开关 都是toggle按键 也就是双效按键 如果现在电视机是关着 你按它一下 它就开了 如果电视机现在是开着的 你再按它一下 它就关掉了 现在在键盘上面 也有几支 这样子的toggle按键 那么其中最 最麻烦的 就是大写锁定键 在这边叫做caps lock 按了它以后呢 当然我现在这个没有接电 按了它以后呢 应该有一个小灯会亮 我现在才发现 我的键盘没有小灯 应该有一个小灯会亮 那个小灯亮了以后 就提醒你说 你现在按了大写锁定键 当你按了大写锁定键以后 平常你按一个A 应该出现小写的A 但是它就出现大写的A 平常你按着shift的A 你应该看到大写的A 但是它出现小 如果按了大写锁定键的话 它就反过来 出现小写的A 这个什么麻烦呢 这个在输入密码的时候 通行码的时候最麻烦 因为这时候 当你输入通行码的时候 荧幕上并不会显示 你打的那个英文字母 你原来要打小写的ABCD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 按了大写锁定键 其实你输入的是 大写的ABCD 那么通行码 小写的ABCD 跟大写的ABCD 一般是被认为 不一样的通行码 然后你就会被拒绝 它就会说你的password fail 或者你的密码错误 然后你就进不去 然后你就会搞得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困惑 这种情况呢 对所有的初学者来说 我跟你保证都会发生 迟早要发生在你身上了 所以下次你碰到 那个情况的时候 赶快检查一下 你的键盘 有没有什么灯亮着 大写锁定键呢 它是Toggle 如果原来是按着的 原来是没有生效的 按一下它 那个灯就会亮 它就会生效 如果原来生效了 再按一下 它就会消失 跟这个类似的 还有一个叫数字锁定键 这个事情就算了 一般你不会用到 数字锁定键就是按了以后 这边这个键盘 就会变成数目字的意义 如果没有数字锁定键的按钮 如果它没有按下去的话 这边的按键呢 就相当于这些 上下左右的键头 跟这边的一些编辑的键头 这些编辑的按键呢 主要是在编辑器 Editor 这样的软体里面 才会用到的 那我们要在第六讲 才会仔细的说那件事情 所以关于键盘呢 我希望大家 第一点就是要会背起来 第二点呢 要注意这几个修正键的用法 第三点非常小心 Toggle这个按键很容易出错 那除了这三件事情以外 其实在这里一个 比较值得学的事情是 Toggle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计算机科学里面 也常常放在软体上 有一些软体呢 会使得你下一个指令的时候 就Turn On某一个效果 那个同样的指令 再说一次呢 如果原来是On的 它就Turn Off了 所以即使在软体上 也可能会有Toggle 就是双效按钮的 这样子的设计 个人 行 中文字幕——YK